大家好,我是美厨娘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拉巴就是年 明天是拉巴节,大家别忘了喝拉巴粥 拉巴粥食材丰富,语意极详 今天用三煮一闷的方法教大家轻松做出香甜软糯又粘稠的拉巴粥 我这时用了十几种五谷炸粮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 但是有一个比例大家记住就可以 糯米和大米的比例永远是最大的占比 煮拉巴粥的食材我分为了三类 先把一些难煮的豆类全部集中放在一起 加入凉水浸泡六个小时以上 第二类也就是第二难煮的,是一些米类 第三就是果仁,干果类 所以需要把它分开浸泡 因为下锅的时间不同 干果类的是最好煮的,只需要把枣肉剪下来 桂圆肉剥下来,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不需要浸泡 经过了长达六个小时的浸泡 这些豆类已经变得圆鼓鼓的 用手掐一下,直接可以掐断 米类的建议泡一到两个小时就可以 泡豆子的水过滤掉 接下来进行第一煮 必须等到水开以后放入豆类 大火烧至水开 水开以后改成中小火 煮十分钟即可 经过浸泡的豆子 十分钟之后可以轻松煮开花 大家看一下 接下来进行第二煮 把洗好的米类全部放进去 搅拌一下防止粘底 还是大火烧开 烧开以后改成中小火 这一次需要煮十五分钟 煮够十五分钟之后放入干果 放入干果之后立马关火 这一次焖十五分钟 焖够十五分钟之后 开始进行第三煮 边熬边搅拌 因为变得越来越浓稠 容易粘锅糊底 大概七八分钟就可以熬得特别浓稠 最后加入红糖和冰糖 不喜欢吃的也可以不加 熬至红糖融化 红糖融化之后粥的颜色也会变深一些 看上去更有卖相 从放入豆类开始计算 一共熬了33分钟 焖了15分钟 卖粥的邻居阿姨告诉我 经过一焖 可以焖出来粥的香味 而且省火 省食 不需要加入任何水淀粉 就会特别浓稠 想喝辣巴粥 自己动手做 真柴实料 营养健康 赶快准备食材 做起来吧 提前祝大家节日快乐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